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别人过得没自己好就开始幸灾乐祸 这样的人生从来都没有意义可言 因为他们可能炫耀了一辈子 讥讽了一辈子 他们观察了别人一辈子 却忘记了自己才是最值得观察的那个人 于是这样的人一辈子都只会碌碌无为 而那些获得成功的人一定会修身养性 让自己的人生变得安静 让自己的内心变得安静 希望我的分享可以帮助到生活中感到迷茫的你 一 每一个人其实都是孤独的旅客 在我们的内心还是很肤躁的时候 我们始终觉得自己感到不开心了 就应该找一个人去倾诉 或者是自己在要求别人做什么事情的时候 对方就不应该拒绝 拒绝了我们就会不高兴 那时候 我们从来都不去考虑 每个人其实都没有帮助我们的义务 也没有倾听我们负面情绪的义务 只不过我们把自己看得太过重要了 觉得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事情都应该围绕着自己转 而期望值多高 失望值就多高 所以 最后我们只能承受失望的负面情绪 所以 当我们的内心开始变得安静的时候 我们就会觉得这个世界上的人的悲欢是不相通的 或许是自己觉得开心不开心的事情 在别人眼里只觉得吵闹罢了 就像季献林在《不完美才是人生》中说过的一句话 在人生的道路上 每个人都是孤独的旅客 寂寞的时光其实是最好的增值器 电影《幸福来敲门》里面的男主 有一段时间和煎熬 妻子觉得自己没本事要离开自己 而她一个人带着儿子生活 日子穷困潦倒 连房租都扶不起 一度窘迫到只能在公共厕所里过夜 那晚 值班的人在外面叫嚷着让他们父子俩出来 而男主只能捂住入睡中儿子的耳朵 泪流满面 自那之后 男主没有社交 没有娱乐 他所有的时间都用来投入到自己的新工作当中 他比旁人付出十二倍的努力 那段时间很寂寞 寂寞到男主都不知道自己已经多长时间没有体会过娱乐了 不过好在功夫不负有心人 男主最后留在了那家公司里 有了不错的薪水 其实 很多时候 我们身处于热闹的环境当中 反而心圆一马 三心二意 不知道该做些什么 而那些看似寂寞的时光里 却可以让我们在不被人打扰的环境下 却把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自己身上 然后那些很寂寞的时光 便成为了我们最好的增值器 三 生活去得是充实 才能够体会其中的乐趣 有时候 在不工作的时候 我们会感觉到自己的精神无比的空虚 我们会百无聊烂 不知道该做什么才好 而我们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是因为我们的生活不够充实 以至于都没有用来打发无聊时光的爱好 内心安静的人 一定有着属于自己的兴趣爱好 他们会运动或看书 又或是插花 烹饪 总之 他们会有一个能够让自己不那么无聊的爱好 于是 在那些不忙碌的时光里 他们依旧有事可做 也不会出现焦虑 情绪和压力 因为他们的生活被安排得非常充实 那些兴趣爱好 会给他们的身心带来健康愉悦的感受 会让他们完全身在事物之中 然后在一件简单的事情上 去体会无穷的乐趣 一个小小的兴趣爱好 可以让我们原本黯淡的人生充满了光亮和兴趣 同时也会让我们 四 坚定信念 在人生这条路上走得更远 把时间浪费在自己身上 才最有意义 我们会有爱而不得的人 我们也会有怎么都无法到达自己期望值的事情 于是我们很执着 觉得只要努力就会有收获 只要念念不忘就必有回想 可是最后我们发现 并不是所有的事情努力了就一定会有结果 大多数时候都是无解而终 人这一辈子很短 如果总是把时间浪费在不值得人身上 没有结果的事情上 那么留给自己的时间就所剩无几了 于是 内心安静的人就会知道 人生最应该懂得的道理是知难而退 人生最应该做的事情是取悦自己 如果时间一定要浪费的话 那么一定是浪费在自己身上才最有意义 所以 他们懂得迷途知返 他们懂得及时之死 他们懂得爱自己 竟是一种高雅优贵的气质 是难能可贵的 从古至今 世人常把女人的安静与唯唯误诺诺 无主见 害怕言语等词联想起来 这种认知其实是错误的 不全面的 更是一种非常荒谬的看法 毕竟那些层次高的女人 都是比较安静的 只要用心去观察 便可以从静周感受到高贵优雅的气质 优秀的气质 会从女人身上自然流露出来 无论走到哪里 都会吸引众人的目光 而他们自身的气 会给在无形中增加一种神秘感 会让人不自觉地想要靠近 交谈 想要了解对方 久而久之 他们的高贵气质将会显露无遗 获得周围人的称赞 而那些总爱叽叽喳喳的女人 不仅会提前暴露自己的缺点 给人留下一个不好的印象 而且也有失沉稳 自身在别人面前一览无语 没有让别人探究下去的必要 因而 带有静气 会给自身增加气质分 走路姿态优美 坐下端庄显淑 举止得体 处处彰显自己的优雅高贵 赏心悦目 电视剧《甄嬛传》里面的夏冬春 仗着自己家里是武将 到处指高气氧 看不起那些比他出身寒威的人 在后宫里 想要生存下去 就应该学会察言观色 审视独视地说话 可能一不小心说错话了 就会丢失性命 很显然 夏冬春没有明白这个道理 他一来就一顿猛夸皇后 还说请安车道的华飞架子打 丝毫不知道华飞的地位 远在他之上 后来 不愧察言观色的夏冬春 也因为自己的鲁莽葬送了性命 女人的性格 如果是外相见谈的 也是一件好事 但这并不代表性格外相 既可以天马行空地乱说话 就可以没有分寸感 如果一个女人不懂得掌握 静如处子 动如脱兔的理念 那么她很有可能 就无法成为自己理想中的人 静是一种大智慧 是高情商的体现 层次高的女人 有打理好家庭与事业的大智慧 知晓为人处事的原则 懂得世俗但又不是世俗 正所谓懂得做人之道 这种女人最大的特点 就是不吵不闹 这也是她们的一个修养 明确地知道自己人生轨迹的方向 有能力 也有余力把自己的生活 打理得井井有条 追求内心安静的人 不容易被外界的烦躁所困扰 她们即便身处困顿 也不会怨天尤人自暴自弃 而是想方设法地打破困难 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路 愿你幸福 文章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觉得文章还不错的话 欢迎把文章分享出去 您的每一次点赞和转发 都是我们进步的动力 世界很大 让我们在听书格一起成长 另外听书格现在开设了一个新栏目 听见您的声音 栏目会在每周三晚上八点 和大家分享一些听众的情感困惑 大家可以在视频下方 发表您的看法和建议 灵眼希望大家都能怀着最大的善意 发表言论 如果您想和大家分享您的情感问题 可以发送到我们的邮箱 预设我们可以将您的来信 制作成视频 请放心 我们会对您的个人信息 尽情保密 如果我们采用了您的故事 会在发布的时候回复您 您可以查看大家的评论和建议 世界会因善良而变得更加美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